据说在古代围城战中 有人用大树将携带天花病毒的死室抛入敌人城堡 从而使敌军感染致命疾病 可树干真能当作抛尸工具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靠谱 刘延祖决定先测试树木的弹性有多大 于是他们来到了附近的树林中 然后随机选中了一棵笔直的松树进行实验 看它最高能承受住多大的压力 之后托瑞爬上了树干 并将绳索绑在了20米高的位置 为了准确测量树干受到的拉力大小 他们在绳索的另一端增加了测力机 同时通过脚车来不断收紧绳索 可当他们将大树弯曲到45度时 树干依然没有断裂的迹象 于是格兰继续收紧脚车 直到拉力达到910公斤时 树干突然被拦腰折断了 看来这就是松树的受力极限 可产生的弹力到底能不能让尸体抛入城堡呢 接下来他们重新找到一棵相同大小的松树 并决定用它来进行抛尸实验 但由于找不到铁粉充当染病的死士 他们只能将假人放置在树干上 一旦拉力达到松树的极限值 托瑞就会挥刀砍断绳索 看假人能被抛到多远的距离 随着机器不断绞紧绳子 松树也变得越来越弯 当拉力机显示达到极限值时 托瑞挥动了手中的武士刀 但假人却不但没有被抛射出去 反而从树上垂直掉了下来 托瑞认为可能是松树的回弹力度不够大 所以留言组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 以此来挑选出弹性最大的树 于是他们找来了几种不同种类的松树苗 然后托瑞用铁箍套住小树的根部 这样就能避免实验时出现松动 而杰西则制作了假人抛射装置 同时格兰为了测量发射距离 他在地面铺设了硬有刻度的木板 而首先测试的是花旗松 等他们用绳子将树苗拉弯到45度时 以表测得拉力大小为72公斤 当托瑞剪断绳子的瞬间 假人被抛射到了5米远的位置 之后他们继续测试了红杉树苗 并使其拉弯至相同的角度 但这次树苗受到的拉力只有27公斤 同时假人也仅仅飞出了不到2米的距离 最后他们对扁摆树进行了同样的测试 当他们拉弯到45度时 绳子对树施加了45公斤的拉力 而假人飞出的距离只有3米 很显然花旗松树的弹力是最大的 接下来他们在树林里找到一颗成年的花旗松 并且为了减少树枝造成的阻力 他们修剪掉了多余的枝叶 然后在距离30米远的位置布置了充气城堡 同时还用气球模拟了12米高的城墙 可这次假人真能飞越过去吗 等假人被放置在树干上之后 他们开始用卡车拖拽绳索 当拉力达到1100公斤时 波瑞在空中砍断了绳子 这时假人被静止抛了出去 但最终掉落在城堡的大门口 很显然用树干当抛尸工具是不现实的 并且按照古代的工业水平 是很难实现如此巨大的拉力的 捷克船长带着威尔用小船当潜艇在水中行走 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一艘军舰 现实中这样做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流言 亚当和吉尼找到一艘木船 但由于亚当有强烈的晕海习惯 所以此次实验在一个泳池进行 两人将木船倒扣在头顶 然后沿着斜坡慢慢走向深水区 当水淹没他们身体时 很明显感觉到船变轻了 但到了深水区 连人带船就开始上浮 虽然里面有足够两人呼吸的气带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下潜到水下 由于气带产生的浮力太大 无法抵消船身和人体的重力 而电影中海盗们 每人身上装备的重量达30磅 于是两人打算在身上绑上同等重量的砝码 然后重新进行了实验 但仅60磅的配重 还是无法让船下沉到水里 为了研究到底需要多少重量 才能让木船下沉 两人再次设计了一项实验 这次他们换上潜水装备 准备和船一起沉入水中 并在脚上绑了500磅的砝码 然后开始往船里灌空气 看两人能否抓住木船不让它上浮 但随着空气的增加 两人根本抓不住木船 无奈他们只好用曹操冲向的办法 计算木船的福利 令人大跌眼惊的是 仅仅这艘木船就需要2000磅的水 才能将它下沉 这样的情况即使人能带这么多砝码 手臂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力量 所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肯定会有人问 那电影里镜头又是如何拍摄的呢 从事特效制作的两人很快就想到了方法 电影里有三个重要的镜头 分别是进入水中 在海底行走和安全地待在气带里 第一个镜头直接拍摄就行了 而第二个镜头已经被验证违反现实 于是亚当在船底钻了几个洞 并在船身绑上配重 这样船就能轻松沉入水底 而人只需要带上特殊颜色的呼吸器 就能拍出水下行走的镜头 第三个镜头也是非常简单 直接在水面拍摄 然后通过后期剪辑达到效果 所以只要思想不滑坡 困难总比想法多 据说没有人能将纸对折超过7次 因为每对折一次 纸张的面积就会减少一半 而厚度则会成倍增加 在对折7次之后 纸张会变成128层 而想要对折8次 厚度将变成256层 理论上这个厚度无法再次对折 海利拿出纸当场就做了个测试 结果对折7次之后再也不能继续 然而托瑞偏偏不信邪 他坚信一定有方法能超过7次 于是三人开始了折纸比赛 托瑞每对折一次就对纸张进行按摩 因为他认为让纸张放松 就能更好的对折 刚开始几次很轻松 但到了第7次的时候 他不得不借助工具 然而到了第8次 却只能将纸压成一个球 格兰显然不会承认他对折了8次 你认为托瑞的第8次算数吗 紧接着格兰想到了好方法 他首先沿着长边先对折几次 使纸张折成细长的长方形 然后再沿着宽边对折 因为朝着不同方向折 折痕的位置就会分散 这样就会比较容易了 最终他成功完成了8次对折 但托瑞表示格兰在作弊 因为正确的方式是对折 而凯利的做法则非常独特 他用运斗反复运烫之后 再用纱纸打磨 以此来减少纸张的厚度 但他完成第7次对折之后 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此时格兰经过研究发现 影响对折的关键在于 纸张的厚度和大小 理论上如果用足够大且足够薄的纸 是不是就能对折更多次 这次留言组找来了 12.5乘以15英尺的纸张 具体是多大我也不清楚 你们计算出来打在评论区告诉我 同样刚开始进展非常顺利 但纸张面积缩小得非常快 第7次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最终他们勉强将纸对折了8次 但松开手之后又立马翘了起来 显然第8次是无效的 看来不能对折7次的留言 还是没能终结 而接下来他们将进行 据说带了蛇丁的女人容易遭到雷击 而美国就曾经发生过 一起离奇的雷击事件 并且专家认定事件的元凶 竟然是佩戴了蛇丁 因为金属蛇丁具有很好的导电性 所以很容易吸引雷电的攻击 可现实中真的会这样吗 为了验证带蛇丁会不会遭雷击 于是在吉尼的缩食下 亚当来到了附近的首饰店 并得自己安装了一颗最骚气的蛇丁 但由于留言组 无法制造雷击所需的超高电压 所以本次雷击测试将在电力公司的实验室进行 而这里的设备能产生上百万伏特的电压 同时电流的强度能超过1000安培 如此强大的电力能瞬间将活人烤熟 可就在实验准备的过程中 亚当却打起了退汤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所以他们需要制作能够吸引闪电的假人模型 于是两人来到了附近的超市 并搜刮了几个中式的大铁锅 之后吉米将铁锅的把手拆除 以防止产生尖端放电效应 从而影响实验的准确性 而亚当则用自己的头像做成了模具 然后往里面倒入组织替代胶 等凝固成型之后 他们将模型人头安装在了铁锅上 这样就做成了两个完全一样的仿真假人 接下来他们在其中一个假人的嘴唇上安装了蛇钉 而另一个则作为对照者 并且两个假人分别布置在与放电装置相同距离的两侧 同时保持支架接地让电流形成回路 看电流会经过哪个假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为确保大家不会遭到雷击 请各位将手机扔在地上观看 可当专家启动放电装置的瞬间 闪电却击中了没有蛇钉的假人 难道刘延就这样站不住脚了吗 为了避免距离带来的偏差 吉里将两个假人位置进行了对调 然后重新开始了放电 而这次电流经过了有蛇钉的假人 但吉里发现闪电首先击中的并不是蛇钉 而是从假人的头顶传到铁锅后从地面流出 并且经过多次调换位置之后他们发现 电流多数情况都是经过有蛇钉的假人 但没有一次直接击中蛇钉 这让刘延祖有些摸不着头脑 吉里认为可能是蛇钉太小的缘故 于是他们在假人头上安装了更多的蛇钉 也许这样就有足够的吸引力被闪电击中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有用吗 然而随着闪电的释放 尽管同样经过了有蛇钉的假人 但电流依然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蛇环 之后他们往假人头上插入一颗18厘米的螺丝钉 而这次闪电直接穿过头顶后击中了螺丝 显然金属物越大 吸引雷电的能力就会越强 最后吉里将一个门把手塞进了假人鼻孔 终于在一声惊雷之后 闪电直接将门把手劈到了地上 可见金属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雷电 所以奉劝大家 雷雨天气最好不要带蛇钉出门 据说只要把尸体用水泥封住 就永远不会被发现 在电影误杀中 男主就用水泥将尸体浇注在警局的地下 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难道尸体在水泥里不会散发出腐臭味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决定以修水管为由 在邻居门前挖一个大洞 首先吉米启动切割机在水泥地上划出轮廓 然后使用冲击钻开始凿地 并将里面的土壤铲除 为了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水泥浇注 他们再次加大洞口的面积 最终挖了一个和木坑大小差不多的坑 接下来他们从屠宰场买来几头 开始腐烂的二师兄尸体 极度上头的气味让邻居们都凑过来看热闹 亚当没有顾及邻居们的白眼 直接将死猪倒进了大坑里 然后拉开搅拌车的出料口浇上水泥 如果水泥能阻挡腐臭气味的扩散 那么等凝固之后就真有可能瞒天过海 然而水泥浇注好后却出现了意外 里面腐臭气泡如同某广告里的老檀酸菜一样 咕噜咕噜往外冒 为了尽可能掩盖气味 吉米在上面铺了一层塑料膜后继续浇注水泥 直到与周围的地面齐平 这样等水泥凝固之后是否还会有腐臭味呢 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尽管水泥已经硬得像石头 但周围依然可以闻到浓烈的腐臭味 于是两人再次往地面铺上一层乳胶 以达到完全密封的效果 终于在五个月以后 这里除了因为有人趴在上面闻气味而留下的手印外 完全感觉不出任何不同 下面他们找到了雷达专家 因为他手上有探地雷达设备 设备能往地下发出脉冲信号 如果土壤里有异物 雷达就能接收到返回信号 从而显示在电脑上 那他又能否检测到水泥中的尸体呢 设备调试好之后 吉米拖着雷达在水泥地面来回探测 而电脑上显示有许多白色圆圈 并且与其他位置明显不同 专家表示下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为了验证雷达检测是否准确 于是两人开始重新挖开水泥地面 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当亚当揭开一个窟窿时 浓烈的味道让他深吸一口气 而通过夜视摄影机可以看到 里面的猪已经腐烂消失 并在水泥里形成一个个空洞 电影中即便将水泥完全密封 也能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尸体 所以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如果把尸体藏在汽车里 就会散发出湿臭 即使进行了彻底清洗 臭味也会一直存在 而从前有对男女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 死在了超跑里 并且在几个月后才被发现 由于尸臭一直不能清理干净 最终导致这辆跑车几乎白送也没缘要 可车里的尸臭味真的不能去除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经理自掏腰包买下了一辆全新的二手蓝箔金银 并决定将它变成藏尸现场 看彻底清理之后的超跑还有没有人接盘 亚当本想在评论区中抽个幸运粉丝 贡献自己的身体 但死活都没有人愿意 所以刘延祖只能搞来两只腐烂的二师兄 为了避免被尸臭熏道 他们穿上了防化服 而就在搬运尸体的时候 浓烈的气味让周围的吃瓜群众忍不住要吐 可亚当和吉米顾不上邻居们的白眼 直接将尸体塞进了超跑里 之后他们用胶带将汽车完全密封 并用铁锁将车门锁住 以防止街头流浪汉偷走车内的猪肉 但等一切煮好之后 亚当依然能闻到泄露出来的尸臭味 于是他们把跑车推进了集装箱中 接下来他们将用两个月的时间 让尸体在车内充分发酵 而在此期间 他们为了学习清除尸臭 还专门请来的凶案现场清理专家 并且这位专家表示自己 每天至少要处理三个校园案件 经过两个月包吃包住的学习之后 亚当和吉米已经能将凶案现场清理得毫无痕迹 可他们又能否把车内的尸臭清除干净 然后将汽车卖出去呢 等时机成熟之后他们打开了集装箱 然后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清理工作 可等吉米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极度上头的气味熏得两人满脸通火 而更可怕的是尸体的腐烂程度远超他们想象 黏糊糊的湿水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角落 于是他们先将跑车从集装箱里推了出来 把剩余的湿水残渣清理出来之后 他们拆除了跑车的所有零件 以便更好清理车内每一个死角 同时为了快速除去恶臭 他们还采用了清洁公司赞助的特殊洗洁精 而这种清洁剂含有的酵素成分能与动物组织产生化学反应 从而达到彻底清洁的目的 可即便经过反复清洗之后 超级跑车已经剩下空壳 但刺鼻的湿臭依然非常强力 因为气味一旦进入空调系统就很难被清理干净 那如果尝试将这辆超跑卖出去 又会不会有大冤肿上当吗 为此他们还特意给汽车做了美容 然后拍好照片发布了广告 并且以近乎白送的价格来吸引买家 可等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买家 然而当车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他就被熏得连连后退 尽管吉米一再承诺只要买车就以身相许 但最终还是谈崩了 并且接下来的十几个买家都是同样的情况 直到一个月以后 一个眼镜小哥决定以800美元的价格充当这个冤种 原因是把他当废品卖也能赚个不错的差价 可见一旦车内收藏过尸体 腐烂后散发的尸臭是很难清理干净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